我覺得林公公是顛倒五輪 屬於戀農 戀倫 因為選舉制度是為了選民 不是為了政客或者候選人 所以你任何的機制是令到選民的權利受損 就是選擇的權利受損就不行了 現在他的機制是怎樣呢 就算讓了一步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那條名單好像我那樣 是沒有第二個人的 那就要把那個位置讓給最接近那個失敗的人 就是沒有補選 那如果就算是名單裏面有人 個個都不願意做 或者好像要發起五區公投那樣不做的時候 都沒有用 又是給了第二個人 所以其實選舉的權利很重要 因為不是說在三年前拍一張照片 三年之後有人犯了罪或者死了 或者辭職就找一個候補嘛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說選舉的意思就是說 多數的人選了一個人說要他做 其他人因為不夠票就不做 OK 那如果有出缺的話 應該是在當時 當刻 用最新的民意 去決定誰可以替補那個人 那林瑞麟就顛倒了 那他今天還狂妄到就是說 教人家怎樣安排那些名單 我覺得他完全不知道講到去哪裡 因為如果他這麼有興趣的話 他可以做這個自由黨的CEO 可以做民建聯的總幹事 因為他是一個官來的 那個官是為人民著想的 所以他不是想一下那些候選者 怎樣利用他的機制 而是想一下選民由於他這個新機制 有沒有喪失到去用最新的民意 最多人選那個人去做議員這個權利 所以說來說去 林瑞麟已經是癡了線了 我心情喜不妙那個人 我心情喜不妙的 我心情喜不妙的 但我心情喜不妙的 我心情喜不妙呢